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我Leo又和大家玩這隻孟亨 繼麒麟和司徒龍之後 《力戰炎黃龍》亦出現了 時間由8月10日早上8時開始 到8月24日早上7時59分 和郭文一樣,有兩個星期的時間給大家拆這條龍 接這個任務也很簡單 我們來到這個版本,承接新任務 然後我們選活動 然後就會看到一個九星的《力戰王》 《炎黃龍》給我們打 任務名是《太陽紅紅燃燒之史》 由於是力戰的關係,HR50以上才可以接得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這隻《力戰炎黃龍》和之前的《炎黃龍》分別不大 即是招式、動作、沒有太大特別 唯獨有不同的就是它的外觀 不是說外觀,而是皮膚 不同了 不同了什麼呢? 之前我們打的《炎黃龍》是很清楚看到它的毛髮飄逸 但是這隻《力戰炎黃龍》給我的感覺好像在身上塗了一層東西 好像感覺是什麼呢?就是少林子十八羅漢 他們很喜歡塗一些東西在身上 這隻《炎黃龍》就好像塗了那層東西 很明顯看到它的毛色和毛髮是啞色的 以前是很鮮艷的,現在是啞色了 所以大家打的時候就會很明顯看到 顏色是深一點的 沒有那麼鮮艷,沉色一點 如果兩隻相比的話 我就喜歡這隻的顏色多一點 感覺上是帥一點的 至於打的方面 它純粹是血高了和攻擊力高了 其他方面真的沒有太大的特別,小心點打就可以了 就不覺得特別難打 當它是平時的《炎黃龍》打就OK了 反正都是說一點點《炎黃龍》要注意的事項 因為怕大家太久沒有打它 打《炎黃龍》如果怕死的話 就最好穿一件內火衣裝 起碼被它打的時候那個傷害值都降低了 另外就是要小心它的火粉 因為都很痛 它的火粉就有時候 類似這個粗蟲棍在空中的粉末 所以剛好同場如果有隊友在用 就要留意,千萬不要撈亂 另外就是如果你玩《炎黃龍》 而炎黃龍是全身發怒著火的時候 你有很多《炎黃龍》打起來都是無效的 例如怕水、怕冰等 你拿這些蛋打起來,但它發生氣 是沒有用的,全身在著火 但是就有某些地方都可以打進 例如翼、頭、鼻這些都可以打進 他出必殺技大爆炸 要麼就站遠一點 要麼就拿閃光彈射下來 大爆炸完之後就全身沒有火了 這個時候你玩遠攻的 拿任何彈射都可以 最好這時候就射一些麻痺彈或睡眠彈 睡覺 發生氣的時候就射頭 射頭也要射到它臉,很準確 也可以,你也可以 如果發生氣,又真的想拿彈射去 有幾種彈射都會有效 擴散,或者刺個流彈,或者斬裂彈 這些打他都還有這個傷害值 近戰的話都沒有特別大的地方要注意 因為他有時候會有些火圍在他身邊爆炸 這個時候反而不要走,黏一黏在他旁邊 反而就更安全,那些火圍就不能爆炸 這個大家要留意 但是這個任務最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這張炎黃龍的票 因為我們要弄他 力戰的那套裝備就需要這張票 所以主要都是打這張票 這次的這個任務 計算了更新那些 一共你最起碼要打到七張回來 打完任務 就當然去看看這套炎黃龍力戰的裝備 這次還會新增了一個委託任務 這個委託任務就是給兩張炎黃龍的票 另外就是兩顆紅雲石 紅雲石要之前彈丁當時打定 遲下會不會再開放就不知道 如果有的就最好 這套就純粹是彈丁的外觀裝 原先彈丁就是整套裝備 就不能選擇 如果你要穿整套的彈丁 就一定要穿那套裝備 不能變 不過這次就有外觀給大家選擇 那就好很多了 我們來看看這次炎黃龍力戰的裝備 不是強化,是生產 防具 不是已經看到了 就只有一件 和麒麟和斯陀龍一樣 整套裝備都穿了 就是這樣 大家看看是否清楚 如果說技能方面 就整套裝備 看破7層 已經是穿爆 頭兩層,身三層,腳兩層 力量解放,身兩層,腰三層 發動的時候會心率增加50% 耗力消耗力也是減少50% 攻擊3層就無關 另外身弱點特效1層 照看回技能 不過呢 平時的頭都會有兩個技能 這些都兩個 這裡只有一個技能 不過看破已經是谷道兩層 槽位方面 就是兩個 兩層槽位 身呢 一個力量解放,一個弱點特效 槽位就只有一個,就是兩層 如果平時的頭 應該可能會有三層槽位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只有兩層 靈靈的手 看破是三層 其實這個是挺漂亮的 因為過往都沒有特別 有些手 是說看破 即是有看破是有的 但會不會到三層這麼高 就真的比較少見 所以這次手 這個三層槽位 就是已經是頂到很多的槽位 省了很多位 而且還有一個三層槽位 手這個 我個人覺得是挺漂亮的 即是可以做多很多不同的配搭出來 反而身跟頭就窄了一點點 要力量解放三層 兩個一層槽位 腳就看破兩層槽位 一個三層槽位 一個一層槽位 腳這裏印象中都有其他的 腳都有類似的 不過有沒有去到 這麼漂亮就真的不記得了 但整套 即是說整套 炎黃龍 用力戰裝備 手是真是很漂亮的 可以 三層槽位 還有一個三層槽位 這個是非常吸引的 對了 做完整套裝備給大家看看 照舊給大家 轉個圈看看這件裝備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麼久以來 炎黃龍的裝備 都是不漂亮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即是 最不漂亮的是頭 即是阿新 那些我都接受到的 頭我永遠都覺得很醜 我不知為什麼 我不明白為什麼頭要 弄成這樣 這件裝備 我已經是升爆進去防禦 491防禦值最高 那跟FF那件一樣的 升進了之後 抗火 火屬性方面 就15 精15 怕水 就負15 怕兵也是怕15 龍就精5 雷就精5 那 就是那句 你拿回海套裝 來打回炎黃龍是最好的 由於它也是防具方面 武器方面 就沒有特別大的更新 所以這裡就 不出去試給大家看 因為都是一些 就是普通的防具 你平時出去都是 未必會一整套穿著 那麼 多數都是這配搭 手那邊是可以慢慢玩的 即是多了很多新的玩 因為手就真是很漂亮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希望下次再有什麼 新的攻略或更新的資訊 都會拍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